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陈璐的这位网友说得很好 我们在讲自外功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几点 我们不妨得重复两句 第一条就是说对于传统的其他一些艺术门类 比如说你能有很好的会一些琴 琪 绘画 包括什么中医 包括什么一些其他的中华传统的武术 这些跟中华传统民族艺术有关的 比如戏曲 金句 昆许这些东西都属于自外功 跟中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东西 应该都属于自外功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乐视能力问题 乐视能力 就是说你对于世道和平时的处事能力等等这方面 也都属于自外功 自外功包括的内涵很丰富 但是我们特别强调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把读书看作是自外的 读书比如说诗词 诗文这方面的东西 你应该看作是自内功 你不要把读书和写字看成是两回事 它是一回事 所以看一些有关的书籍 我们指的是有关的一些书籍 而不是无关的一些书籍 你现在办的出了一些很多轰轰绿绿的杂志 或者其他一些小报刊物这些东西 它不属于自外功 我们特别指的是对古典文学这方面的东西 属于我们书法当中的自内功 其他的东西跟书法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说 读书古典文学这一块诗文在内 应该是自内功 它不应该属于自外功 所以这个网友说身边点点滴滴的事情都要关注 这是个越视能力问题 这些东西属于自外功 好 我们今天的网友问题就说到这里 今天我们每日一题当中 跟您一起讨论一下有关书法天赋的话题 田老师 在这个书法 经常我们在说一个艺术家 就用他天赋过人 才艺过人 这样的去形容 您看这个天分究竟包括了哪些要素呢 说天分 说天父 说天才 等等 都是指的先天条件的 有些方面是指的这个 我们今天如果给这个天赋这两个字下一个定义 就很难有一个准确的东西 究竟什么叫天赋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曾经大家会上学 学过一篇什么乌龟与白兔赛跑 龟兔赛跑 龟兔赛跑这么个故事 认为白兔就是一个天赋者 乌龟是个勤奋者 王冒是这么划分的 就是说天赋加勤奋 有时候天才加勤奋 就是能造就一个名人 等于成功 就造就出现一个成功者 其实啊 王冒听来是有道理 是因为你细想一想 乌龟的那种勤奋 也是个天赋 这个怎么理解 因为白兔跑得快 乌龟有持久性 有韧性 这二者都是与生俱来的 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认为 勤奋是后天的 是经过教育所得来的 其实不然 可以这样试问一下 为什么大家都经过教育 人家能勤奋 你就不能勤奋 每个人都知道下功夫 比如说读书 多读书 你就可以能称才吗 比如说我们大学教孩子们 当然称才不仅单是读书了 但是读书是称才的一个重要途径 那孩子们就有的那个 他就不喜欢读书 他一谈到读书 很多家长就跟我说 我那个孩子 哎呀 这死活就是读不进书去 就是 所以大学的招生呢 就是总是有限制的 人数 他为什么 他就跟这个天赋有关系 你说勤奋 读书本身是有勤奋的事情 但有的孩子他就读不进去 你怎么教育他也不信 我的伯父那时候 说过我的其他一些弟兄们 说天生于乳 教不闲 但只有在宿命论 但是我们也确实承认这个现实 就是有的那个孩子 确实他就读不进书去 他真的不肯下功夫 你怎么教育 你怎么样的催促 敦促 家长怎么努力 孩子就是不成才 这个问题是有的 因此说勤奋也好 是开始领悟能力快 物性 物性高低 很高 这些方面 实际上都属于天赋的一个方面 所以有人就把勤奋 说成是后天 是你不知道 有些天生的就是勤奋 天生好学 所以这真是 这个上天好像也不够公寓 有时候把这个领悟能力又强 又有这种勤奋的条件的人 往往都基于一身 有的那个天赋本来就不行 你比如说歌唱家 比如说歌唱家 本来嗓子条件就不好 这纯属于天赋问题 是不是 因为嗓子条件通过后天的努力 会好一些 但是根本的问题是天生的 他与生俱来就一下好嗓子 而且可能是一直到老年 他也慌中不倒 这样的嗓子是有的 但是我们说嗓子条件好 听到是天赋 有的人又特别好学 本来的嗓子好 悟性高 又特别勤奋 所以造就出大的歌唱家 但有的人嗓子又不好 又不勤奋 这等等 这些问题都出现 实际我们说把勤奋和天赋 对立起来看 有时候是不准的 所以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就扯到书法当中需要不需要天赋的问题 书法当中的天赋 有什么表现呢 它相对要微妙的多 你这跳舞舞蹈演员 一看你身材 你就有个断肢个八九 你比如说 这个歌唱演员 不管是戏曲演员 还是这个歌唱家 你会从小就发现他 嗓音条件好 或者是这个表情 或者是各方面都能发现他 书法的天赋有时候 非常的 就说 隐蔽 不容易视察 不容易觉察 比如说 两个孩子站在你眼前 不写字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他俩谁的天赋好 但是通过我们稍稍一测试 就感到有的孩子 天赋天赋特别好 怎么测试出来的呢 就是比如说 第一天写字 都以前没拿过毛笔 就是比如说十来岁的两个孩子 第一天拿毛笔 你让他写字 给他一篇字 让他临摹一下 比如说有二十个字 临摹一下 只需要一小时以后 你想第一次写字的那个人 他就明显的 这两个孩子表现出了 很大的区别 有的那个孩子 没有学几天 或者学几个月 那个笔画出来 就感到非常的生动 厚实 扎实 俊秀 很多的美的表现 是有潜质的 我真的是教过一些孩子 教过许多年 他真的就是不行 你怎么教他也练不出来 同样是我在教 这两个孩子都很努力 都每天跟我在一起上课 但是有的那孩子 已经现在写得相当好 有的那孩子实在是不行 这就看出来 确实有天赋问题 因为我也会乐器 我从小也学过几样乐器 那个搞乐器的那些孩子 你看你表面看 看不出他天赋来 只要他一毛亲 那时候一毛那亲 那亲音响 那个声音就不相同 那个感觉特别的强 对 他有很多方面 这个天赋有时候是 接受能力强 有的是表现能力强 有的是综合能力强 都不相同 你比如说 有的人的嗓子还好 一唱出来 只要唱对了就好听 这属于表现能力强 有的那个 一学就会 一学就追 但是他就是一唱出来不好听 这嗓条件不行 就接受能力强 表现能力不强 说法当中有些人听得挺快 一写结构大体就是对 那结构方面 主要是一个接受能力 那点画的生动 主要是个表现能力 所以在天赋问题上 有很多很多不同 但是我想最关键的一条 天赋当中最最重要的第一条 是兴趣 兴趣 你对于你所从事的件事 有没有兴趣 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有的孩子 比如说 你让他写字 他就高兴 他就愿意写 做得住 他就做得住 他孜孜不倦地在那去学习 你这人 成功的先这条件 你不要了 这是天赋当中第一重要的因素 他的接受能力快与慢 都放得起 如果没有兴趣 其他的接受能力 和表现能力 等等 兴奋 一切都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没有兴趣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就没有勤奋一说了 他不爱好 你枪按着 按他 每天就得写 写三个小时 写五个小时 其实他也写 他在那里跟你应付 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们说的 对于这个天赋问题 应该特别的强调 他的兴趣问题 特别在教育孩子们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他在这方面有没有兴趣 一定要想到培养的 还是上次我们讲的那个话题 如果你用打骂的方法 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 让孩子出现这另一番心 就更糟糕 所以在这方面 天赋条件是有的 天赋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往往的 在课堂上 不经常特别强调天赋 因为过得强调天赋 有的那孩子们刚刚写了几个月的字 进步不大 就认识自己是天赋无形 过岛的灰心丧志 这就不好 你拿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天赋章 在很长时间在国务院担任 这个书写工作 你是我们国内著名的书法家 听一张 他呀 从小我们一会长大的 我就知道他 他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进步缓慢 他也非常的下功夫 他从小三四岁的时候 我在这写字 我比个大五岁 我写字的时候 他就要坐到我怀里边 跟我抢毛笔 我就经常抱着他之后 拿了他手 叫他写字 我那时候 才这个七八岁八九岁 他有三四岁 他就坐到我怀里边 他就这样去 从小就爱好 这就是兴趣 感兴趣 所以这就是他成功的前提 但是呢 一直到十几岁 将近二十岁的时候 他这次总没有特别大的长期 他虽然在特别坚持地写 你总觉得他进步不大 当时他的字真的是比我差一块 可是就在他十九岁以后 当了兵了 当了文艺战士 其实是一年一样子 甚至是一个月一样子 说不上日新月异 那至少是年新月异 进步的非常快 进步的非常快 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了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们俩的书法 就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了 他到二十八岁时候 已经穿军比赛的第一名 后来选要到国务院去写任命书 就是说有的孩子进步 他比较晚 他晚收 家长要有耐心 要注意这个问题 要有耐心 你操作过局就不行 所以我的弟弟英章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是依乃通胞 我就这么一只亲弟弟 我上面一个依乃通胞姐姐 下边这么依乃通胞 一个弟弟 就是我们姐弟三人 所以我对他是再了解不过的 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真的那时候字还很不成熟 我也跟他找我好多记忆 但是到了十九岁以后 哎呀我都特别记忆的 他去当兵子 回来那么那么这个 一个月两个月回来一次 我就见到哎呀又长 哎呀又长 可能跟在乎 对对 我心里是特别高 所以他我对他记忆特别深 到了二十五岁的时候 他写的字和我写的字 再给我的伯父跟我父亲看 他们经常有时候 就得注意看看 说不出来先先 弟弟写就注意看看 所以到了二十八岁以后 我们哥俩和谐的对联 连我父女伯父 都得仔细看一会儿 才能知道这是哥哥写 这是弟弟写 是这种状况 因此我以我弟弟为例 就告诉很多的朋友们 你们千千万万万对孩子 不要操之过急 不要认为他头几年 没有写出过样子来 将来就没有发展 让他坚持下去 特别是学书法的孩子们 从治学之年以后 就十五岁以后 这个事件是发展非常快的事件 要注意这些年 要对他抓紧 要对他软硬见识 什么软硬见识呢 就是要多鼓励他 以软硬主鼓励他 增强他学习的兴趣 一方面 也应给他一定的压力 但这个压力都是达马 要给他一定的压力 这些压力是硬性的 要让他接受 软硬见识 本来是个贬义 放在这里边 我们说一个保育的意思 就是对孩子们 要有耐心 这样才对孩子们有好处 对于天赋问题 要适合而止的去 对他做出适当的评估 而不能认为 短时间之内 就确定他的天赋不息 确实是 有时候是大器完成 陈老师 在今天的每日一次节目当中 您要给大家讲解和示范 哪一个字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 一个式字 这个式就是世界的式 这个式字 因为是经常使用的一个字 必须要向大家讲解一下 它里面一些规则 我首先告诉大家 这个式字是很难写的一个字 这个式字 无论是楷书 行书 草书 都有它的难度 特别我们强调的说 这个式字在楷书当中 尤其是不容易完成 不容易写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呢 做示范写一下这个字 首先让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字的笔顺 这个字的笔顺很讲究 有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字的笔顺的过程 我们现在给大家 谢一遍 有很多人不知道 有很多人都要讲解 这个字笔顺的字笔顺 有很多人就要看 这个字笔顺很久 一个字笔顺的字笔顺 可以说 这个字笔顺的字笔顺 大家注意看吗 这个式字 他首先要注意的笔顺 是先写了一个横画之后 注意看 然后开始写这两竖笔 然后最后写这一竖辙 我告诉大家 横画是这个字的 但是就是这一个长横 一上来要把它写成功 这个难度本身就很大 因为它不单是 简单的写一个横画 是这个横画 你写的过程当中 你要想到这几个数笔 互相和它交接的 那个结构上的要求 如果你没有把 这点想进去 你单纯就写好一个横画 结果写完你才发现 哎呀 这几个数笔没法交代 那这具体说是怎么回事呢 你看我这个纸上叠了格子 大家注意看 这是那个格子 那个词框 你看 如果你简单就说 我写好这长横就完了吧 这不写好了吗 问题已经写高了 写高了以后 大家注意看 等这个字完成之后 是什么形状的呢 是这样的 你看 已经不正了 这个地方距离这离太远了 而这俩地方离太近了 看 这个式子已经在格当中不取中了 所以你要写好这长横的时候 你必须想到 那几个竖笔和那竖折子 放在什么位置 跟这个长横正好交代在一起 这是一个难度 再有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笔顺 你看 写完这长横以后 这个竖笔应该基本取中 这是要弄清楚的 基本要取中 这一竖笔呢 要长于中间这竖笔 然后 下边写好这短横 左边这竖笔呢 一定要短于中间的竖笔 你看 它是个楼梯形的 这样往上盘 而中竖这一笔呢 就基本是取中的 所以这个字给人感觉出来 才是正的 大家看来我说的很简单 初学者你写下来就知道了 这个式字 真是很难写好的 再有它就是这些笔画 除了横就是竖 它要求你功夫比过去特别硬 而每一笔 如果你没写到位 没写成功的话 就写这个式字 失败 任何一个笔画 没写成功 这个字都造成失败 所以写这个式字的时候 一方面注意它的笔顺 它的解体 它的点画要求 非常的严格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写一遍这个式字 来看一看 我放慢一点 请注意在结构上 大家注意看 这是相同的等分 上边出来的是两个等分 从这笔上看 是两个等分 这边出来的角度看 是一个等分 而这中间的竖笔 正是在上端和中间的 这么其中的一个位置 这个是横画 左边出来的这个长度 和右边出来的长度 基本相当 所以往往我们过多的讲这些之后 就束缚了一些初学者 哎呀 这么难哪 就是你好像没有信心 然而 只要你真正的爱好它 你真正的接受了它 你就不会感到它难 你写下的时候 把一个式字写好 会影响到很多很多字 都可以几乎是不公而克的 所以大家不要怕难 公书莫为难 如果说当初讲的公书 是指的读书的话 我们在这里讲 那么你公书法 也不要怕难 只要你感到有意味 那么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 千万不要为难 我们再讲一讲 就是行书的这个式字 行书的式字是比较简单 写起来也容易写好 不像凯书这么难 但是他要的就是那个默契 要的就是那个意境 写出这个字字感觉非常活泼可爱 这个时候需要你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底数 如果凯书写好了 这个新书的式字已经就不难了 我们来写一下看看 非常简单 他简略了一些东西 他就写了一个长横 一个长横 这样一点两点三点 只是中间那点高 左右稍低一点 所以他写下去 你看很活泼可爱 我再写一遍给大家看 像齐笔这种地方 是方笔是远笔都没有关系 有人远笔用多之后 现在有些这个所谓书法家就提出来 你看写的太柔媚了 其实大的书法家愿用方笔 愿用远笔随时随地都可以挑着 你单从表面去看审视他的习惯 是大可不必的 真正好字与坏字在新书当中 方笔多一点 还是远笔多一点都不是重要的 有人批评赵孟福 就远笔用的过多了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表面上做文章 要看的内在的东西 关键是这一点上 所以像赵孟福那么高的水平 想用方笔想用远笔 随时都可以驾庆就书 是太简单的事情了 因此那些人在书法上功力短浅的那些人 就用什么方笔远笔来要求他 来审视他 这是太幼稚的 我们再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式字还有其他一些写法 你看写完这长红之后 也有的就写这两笔 但是不再加中间的一横 注意他 不再加这一横 直接省略了 啊 有这样写 这样写不可以不可以呢 也不少这样写 我再写一遍 大家再看一遍 就这样写 这无所谓 还有的这样写的 就所谓叫倒叉笔啊 就笔顺不同 先写这一竖笔 然后拐上来 这样写 看看这三种写法都不同啊 最后这种是这样 哎 他要的就是一种气味 这样 你单看这一字啊 看来并不美 但他和其他的字相加以后 联系起来看 哎呀 确实很俏皮 很讲究 我再把兴书的三种写法 跟大家看一看啊 第一种 一二三 这样 第二种 一横完之后 写中间和左边的竖 然后写这个 和楷书的笔顺 差不多 第三种 就是写完这个横之后 马上写这个转折 这样写 但是我向大家主要推荐的是第一种 因为他写这很简洁 很方便 这样写 这是我们把世子 楷书新书 向大家交代一下 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世子的草书的写法 草书的写法 如果你没研究过草书 那你就不认识这个世子 因为他和前面这些字星 蛮不挨着 没有相同的地方 所以你很难认读 就这样写 这个 所以这跟那个前面那个行书啊 楷书的世子 哪有相同点 没有 这就是一个 约定称书 草书当中 就是这样写 再写一遍啊 就是这样 他和那个老子 老少的老子 注意 就是少一个转折 少一个弯子 老子写的不是这样吗 叠是两笔 是这样 世子就是一个横 关于这个上边这一笔 它究竟是内叶还是外脸 还是怎么样写 根据你自己的爱好 这不强求 你看 这样写也行 这不是稍稍的内叶了一下吗 这么过来 也无所谓 这样写呢 取内向 也可以 但是写起来是不能犹豫 一定要写的时候 非常的放 撒放的开 写草书 句句腻腻 而特别的 小心翼翼 这草书写不好 为什么写草书的很多人 喝酒以后才写 就使自己要能放得开 别太拘于说 关于酒和书法 究竟是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谈 这是个很有气的话题 我们来再看看草书这个世子写法 我倾向于这种 外拓式的这种写法 因为这样写出来 味道比较好 我们也很少见到古人 非得写成这样的 这是几乎没有的 但是古人可能写出来是有直的 写老字 写世子 是个直的 这样是有的 但是呢 有这样写的 感到呢 有几分姿态的美 因此 这个世子要写好它 需要 得多动脑子 多下功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